农历7月15日是中元节 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举办中元普渡法会 由兼任董事长的县长林明珍主持开箱 农业处长陈瑞庆、总经理周一雄等人陪同祭拜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农产运销公司经营顺利业绩强红 中元普渡是民间重要信仰 前身为南投县诺品市长的农产运销公司 每年在中元节举办普渡法会 都会邀请相关业者参加 庆长林明珍表示 中元普渡拜拜是重要的民主节日 为了祭祀受屠宰的租赁及十方好兄弟 县福每年都举办祭祀活动 将配有宪政训利、庆民平安、业者生意兴隆 中元普渡就要搞了 我们马平市长每一年都会来普渡 因为我们马平市长都在台地 所以竟然要普渡 所以今天自行真正弄中的普渡 我们南投县诺品市长都在台湾 还有我们这里在买台湾的团团 大家都真的兼顺 来这里把借拜 我们在这里用完葡萄 可以说这些真正弱中 来把这些压修粉来给它葡萄 希望可以比较我们农产营销公司 输業可以顺利 可以继续让我们农产营销公司 运作各方面都可以顺利 可以贪大钱 总经理周一雄表示 该公司的受魂碑 设置于民国72年 每年中元节举办普渡法会 都十分慎重 包括城销、屠宰及贩卖猪肉业者 都会上香祭拜 为了即使猪魂也邀请法师 为受魂奖金超度 并奉请专师 因间受魂的交面大事 佐证 祈求吉祥平安 记者查事情 民间采访报道